女问奖半夜在二煞,被砍命违 明宅的监视器拍下计程车女问奖爬在驾驶座被拖行 随后摇摇摆摆走到明宅门口 体力不知跌坐在地 手上还拿着刚从胸口拔出的尖刀 女问奖企图爬起,地上留下斑斑血迹 只见他很吃力,休息一下,奋力站起 走路已摇摇晃晃 嘉义蒲子昨天凌晨发生一起凶杀案 一名男子在嘉义后火车站坐上女问奖赖姿秀的车 表示要去监理所 结果在监理所前一百多公尺时 男子突然拿刀刺杀女问奖颈部和心脏等共六刀 女问奖想逃开,拉扯尖两腿悬在车外 最后被推下车,男子开走计程车 女问奖奋力拔出胸口尖刀,出身求救 一名男大生上学经过赶紧报警 刺杀两刀,一刀是在颈部,一刀是在胸部 并抢走他的计程车 他喊救命的时候,学生报案 警方调查被砍的女问奖 因丈夫中风,白天要他照顾才改跑大夜班 没想到竟遇到恶煞 急救后还没脱离险境 到院前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家属向警方透露,女问奖的前男友曾骚扰女方 但警方掌握到的可疑凶手监视器画面 疑似是年轻男子涉案 虽然女问奖要包内数千元没被抢 不过警方不排除 可能是嫌犯太过紧张 才没把钱包抢走 消息传出后 认识女司机的同业们都不敢置信 而被抢走的计程车因右前轮爆胎 被气质在离案发现场七公里远的产业道路上 警方现场测量爆胎痕拖了三十多公尺 不排除凶手打电话找人接应 以权力寻现弃凶 动新闻嘉宜报道